我本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是代老板罹难之后 举座打压的结果 没想到 举座的眼睛是血亮的 自从我把少校调来以后 你是分寸大乱 简直变了一个人 你在追求少校吗 我一定要回答吗 是 我们是他的 达匪所问 这就是我的回答 马天校 到 行 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也是嫌疑人之一 好啊 那就把我抓起来吧 你以为我不敢吗 马天校 我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下一个问题 谁开的第一枪 打死你 别打死你 别打我 别打我 别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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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哥 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你是一名职业军人 你完全能够分辨出枪响的位置 不错 就在我的左后方 三轮车 不是 睁开眼睛 你说你听到枪声掏出枪来 发现三个人向你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是的 枪是从三轮车上打出来的吗 不是 剩三个人中一个人打的 撒谎 我是听到枪声寻声才发现那三个人的 你没有认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你在追求少校 你为情所获 我说的是实话 你在为少校做掩饰 如果为他做掩饰的话 那也是因为我的愤怒 是我把他牵进了剑警 你确定少校没有问题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 那个人就不会落网 他有的是时间通知地下党 戴小姐 你难道不清楚吗 报告 进来 镇长 少校已经带到你的办公室 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 离防空洞或者地下水道 是不是很近 我不知道 应该不会太远 你们想进地下金库 当然想 县兵队接管中央银行之后 除了南京站 谁也进不了地下金库 所以我问你防空洞跟地下水道 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途径 把少校手铐打开 是 你们先出去 是 少校 你是个聪明人 不是一般的聪明 你帮我分析一下 那天天都饭店外边跳车的 扔烟花蛋的那个人 后来 染防行动抓到的人 又是这个人 一次 叫偶然 两次 巧合 那我告诉你 中统现在正在调查 你那天乘坐的黄包车的车夫 那个车夫如果又是那个人 那就是第三次了 我做站长的应该怎么做呢 我实话告诉你 这回 你跑不了了 不如把实话说出来 我 很欣赏你 我可以对你 做特殊的处理 比方说 送你去香港 或者是美国 你的英语水平不错 出去 生存的路还是很宽的 站长 你可以怀疑我 但不能挖一个陷阱 让我钻 你怎么知道是陷阱呢 我不想说 说不出理由 累习酒吧 累习酒吧 如果我不是你的手下 如果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复杂 我会去告诉戴小姐 你不是 也在怀疑她吗 怀疑我什么 带小姐 带小姐 少校 能告诉我吗 带小姐 杜站长 我现在问的是少校 当着站长的面 少校不敢回答我吗 我 噢 中山一号 是个烟幕 uh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 是的 站长 咱们出去聊聊吧 请 一个以秘密为本的机构 没有了秘密 那意味着什么 瘫痪 戴小姐 您言过其实了 言过其实 事情只涉及到上校和少校之间 上校说得没错 他们是搭档 搭档 是揣摩上级意图的搭档 人嘛 思维如水 无孔不入 杜战长 戴小姐 干我们这行的 需要聪明人 而聪明人 勤于思考 这也正是我们这一行的 两难之处 戴老板曾经说过 我们的危险 还是来自于内部 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 滴水不漏的聪明人 你是说少校吗 您又何尝不适呢 杜战长 您过奖了 战长 举座来了 毛人凤 要对 少校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你们独站长呢 是 巨总 站长在讯问我 他和戴小姐刚出去了 巨总 巨总 这是怎么回事 我正在询问少校一些事情 来人 把少校带下去 是 走吧 少校 我们从缴获的日本特高克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 他是南京地下党的前卫书记 我想在共军渡江作战之前 彻底捣毁南京地下党 给共军当头一帮 将会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给韦作打过电话 韦作让我和戴小姐协商 务必请戴小姐同意 让我接手这个案子 毛局长 捣毁南京地下党一直是我们的夙愿 我们 包括日本特高克 都把它视为终极目标 很遗憾 谁也没有做到 不是我有意诋毁保密局的职能 只是想要从这位前委书记身上找到突破点 几率为零 我想请教毛局长 当前这个局势下 南京地下党还能有何作为 还能有何作为 那你就太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了戴小姐 是搞破坏呢 还是里应外合 都有可能 是有可能 但是无碍大局 无碍大局 他们现在想要做的 是要保护 是要把南京城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 如果说是破坏 他们唯一想破坏的就是江边的攻势 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不会自不量力 是的 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不会是在六弯吧 好 戴小姐是北平人 我不妨说一句北平的土话 他们当然不会是六弯 从他们的特派员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 到这只有十八个人的武装部队逃脱 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六弯 他们在做的 他们想做的 他们想做的 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这是在染坊角货的草筒 上面有整个南京城的地下 而我呢 是中山一号行动的负责人 我被授予特权 处理所有和国宝文物相关的事 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情况 应该由我全权处理这个案子 我给伟座打电话 纯实为国家利益 我深信不疑 我会让杜将军随时向您报告 整个案件的审讯情况 他身负重任 当然需要局长您的大理支持 我会尽快将杀向东移交给您的 好 感谢毛局长亲自把档案送过来 我从来没有看见老仁峰这么窝囊 他们不是窝囊 是囚公新庆 谢谢戴小姐 您的坚持给了我一个机会 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这是一条大鱼啊 马日凤说得对 他是捣毁南京地下党的关键 等等 我要单独见他 那当然 不许监听 当然 请 沙向东先生 虽然你很沉默寡言 他们还是在日本特高课那边 拿到了你的资料 而且我们认识 今天是第二次见面 要不我让他们把您手铐打开 极高了 有事就说吧 好 上次咱们 是 我是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也许我们会坐在同一张板凳上 这我相信 所以说 咱们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换一种场合也许会 可惜我们都走错了地方 他现在好吗 他现在好吗 我 我非常想念他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也一定很想念我 因为那天在中央银行的门口 我们彼此得到了验证 我想说的是 如果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可以告诉我 我会非常的感激您 好 放心 莎先生 没有人敢偷听我们的说话 而且 我们这次见面是非政治性的 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他 我甚至可以保证 不破坏你们的组织 我们这次见面 只以我私人的立场 来请求你给我帮助 千万别说 什么请求不请求的 这又不是私人会见的地方 我只不过就是你们的一个俘虏 小先生 我没有骗你 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 但看来 无法使你相信我 时光如流水 一去不回 看来 我们大概很难做到同一张板凳上了吧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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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和她在一起 所以我对你有特殊的情感 我本来以为她死了 没想到她还活着 但是 我们现在要接受的 是命运 我也是 如果你告诉我 我可以特赦你 以你特殊的身份 对 告诉我 小姑娘 我已经过了天真的年代了 不过你们可能会有机会的 是吗 你们会见面的 杜站长 带小姐 有说话吗 她已经承认她是杀向东了 这只是个开始 发现哪儿 你将了带小姐一军 让我的心里略微的平衡了一些 依你之间 带小姐把染防的事告诉了少校 又谎称自己的车被总统府开走了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什么呢 说了又有什么用 现在分析对少校非常有用 且不谈你们俩之间的事 她没有把雷席酒吧的事告诉带小姐 表现了她的素质 也体现了我们的一体精神 那又怎么样 阵长 您现在对戴小姐不也是言听计算吗 我那是无奈之举 除非能够证明 戴小姐走的不是正路 两个人分坐两辆三轮车 是兜风吗 少校本来是要回公寓的 后来想想不懂 打电话回总统府 问了一下宴会是在天都饭店 于是叫了两三轮车 直接去了天都饭店 行为逻辑很清晰 是 我都查证过了 她是在跟踪 戴小姐怀疑少校是内鬼 就故意把情报捅给她 然后又谎称自己的车不在 让少校自己回公寓 少校只好打了一辆三轮车 然后她又雇了一辆三轮车 目的就是要找到共同 还有 警卫司令部要搜查魏公关 周司令怕麻烦 让我去先打个招呼 刚好 我利用这个机会探探虚实 我跟您去吗 不 戴小姐要去 您的意思是 你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找少校抬一下 戴小姐一定跟少校说过一些话 要笔录吗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你知道 毛人凤现在是虎视眈眈 所以我们只能抱戴小姐的大腿 否则 我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 毛人凤曾经说过 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既要抱 又要防 最好 在关键的时候 我们能够排除一切障碍 寻找直通伪坐之路 是让少校到我的办公室 我不知道他关禁闭吗 只是命令 依小姐之见 如何才能叫姓沙的开口 我又不懂审讯 太谦虚了 我看过答案 日本特高科所有的刑法 都在他身上使用 可他出了嚎叫 没说一句话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是顽固吧 您应该学会尊重 哪怕面对的是你的敌人 我看出来了 小姐一直怀疑少校 可对少校却侵辱姐妹 我看过魏正海的档案 从民国四十年到五十三年 他说他在澳门 可为什么没有一点记录 有记录 他在澳门开赌场 那就更应该有澳门警方的记录 这个人怎么好像突然从哪蹦出来 就做了魏家的掌门人 那是因为魏定帮猝死 魏定帮有四个儿子 老大早年死在普通帮的手里 老二在青年军当师长 老三因为毒品交易关在老虎桥监狱 他是集招回来的 看来您的确和他有些交情 我刚才说过了 你境遇优越 没有在恶劣的环境里受个煎恶 我要想在南京站住脚 光靠军衔是不行的 金伟 那出座 我先走了 李红 坐 我给你沏茶 还是毛老板送的大红袍 这可是五一山上的三猪四丛嘛 我现在可是嫌疑犯了 配不上 喝毛老板送你的庆功茶 你说对了一半 今天喝大红袍啊 还真是为了庆功 我们抓到的那个男人是叫大鱼 他叫沙向东 是中共的前委书记 别我们我们的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你又说对了一半 还真和你有关系 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中共的卧底 你又有时间通知中共地下党 我们就抓不到这条大鱼了 站长为什么要给我们设局 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 设局的人根本不是战长 是姓戴的那个女人 站长只不过是听命于她 戴小姐为什么要给你设局呢 你不是说过 这是女人间的游戏吗 那是战长那么说 开始我相信 但是现在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姓戴的这个女人 城府太深了 她一定是藏着掖着什么 所以 站长让你来问我 她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是的 我是奉了战长之命 了解姓戴的给你情报以后的过程 有一点是肯定的 她跟踪你 是吗 是的 这里有两份笔录 把这两份笔录放在一块 漏洞就出来了 第一份笔录说 你到邮电局打电话 问国防部酒会的地点 而第二份笔录又说 你和戴小姐坐三轮车兜风 那你们俩是在哪里碰面的 游电局之后 她怎么知道你在游电局的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她跟踪你 对 你不吃惊吗 有什么好吃惊的 天都饭店之后 我就已经是嫌疑人了 她告诉你情报时 没说什么吗 没说什么 李红 我真的是想帮你 你得跟我说实话 我知道 不过她真的没说什么 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 只靠自己的眼睛 李红 战章也是想帮你 我听得出来 她还是很欣赏你的 她是想帮她自己吧 天小哥 你应该动动脑筋 李红 我是真的很担心你 谢谢你 天小哥 那现在 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 其实 你帮我做的已经很多了 我心里很明白 你放心吧 我挺得过去 你真的相信信带的 每个人都有她的目的 之所以这样做 那样做 都是有原因的 你怎么看待信带的 她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包括陷害你 那不是陷害 是试探 带小姐 真的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她说过 我们是一对姐妹花 你现在还怀疑 她就是螳螂吗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对我来说 已经无关紧要了 是 江大哥 他们在里面 好 你看这儿 对 那就是这儿 有一村 外面情况怎么样 全城大搜捕 正在挨家挨户地搜呢 也好 耽误他们修宫时 对江北也是一种贡献 有沙大哥的消息吗 来 接下来说 王教授 接着讲 好 这条防空洞 跟地下水道是相同的 它离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 也是最近的 大概就一百米左右 王教授 我们修一条高一米五 宽一米的隧道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 不知道 你们用什么设备啊 当然是人力 人力 对啊 老长 这个我心里有点 如果不是特殊土质的话 我们十八个人 每人轮班工作二十四个小时 每天挖进二十米 是没问题的 你是说 只需要五天 对 不可能 为什么 现在白天有巡逻队 要避开巡逻队 怎么变 这是一 二 挖出的泥土 放在这儿 三 从咱们这儿到中央银行 得横穿半个南京城 就算有地下水道和防空洞 来去往返啊 也得三个钟头 十八个人的吃喝拉撒也是问题啊 又一村 你去把地下水道的巡逻队时间 我清楚 好 方教授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 从地面潜入 老王 你必须做一个周密的计划 要把十八个人的吃喝拉撒 考虑得周全一些 好 没问题 大家分头行动吧 好 坐 方教授 我们有缘哪 我们将一起见证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为人民做点贡献 你会觉得非常有意义 是 我可以帮你 我在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有个柜子 我可以带你进入地下金库 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豪夺 敌强我弱 巧取才是上策 挖隧道猛地一下 胆子是大了他 不过换我说过 我们就是创造奇迹的 海岸的七战七截 那不就是个奇迹吗 唉 情况不一样 你想想 这难度有多大 要避开巡逻队 那么容易啊 放水啊 可以把地下水道截断 我听我父亲说过 南京被攻陷以后 有一支国军的军队 想从长江突出重围 就是放了秦淮河的水 截断了水路 日本人过不来 他们覆水进入了长江 中央银行的位置 正好是朝北面 这一招啊 我想 能用得上 怎么了 老大 南京站的杜寨长 带了很多宪兵 过来这边 我知道了 大家谨慎一点 是 杜雷来了 还带了很多人 你先回避一下吧 好 等等 到我的卧室躲一下吧 他们不敢搜我的主卧 吴老大 给你添麻烦了 去吧 是吧 是吧 杜将军 贵人驾到兄弟 有失远迎呢 哎呀 还是不要远迎的好 唐突而至 我是向你讨面子来了 好 来介绍一下 总统府特使 代为 幸会 幸会 杜将军 这就是你的不适了 总统府特使来了 你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哪儿的话 杜将军是秉公行事 我呢 则是慕名拜访 哪里哪里 魏祖一早就说过了 到了上海 不拜访杜月生 等于没到上海 来了南京 不拜会卫公馆 等于未见紫金山啊 不不不 这是代小姐演绎了 这的确是伟座亲口告诉我的 而且我在南京站做客 知道杜将军要来魏公馆 那我便一起要求同来 真的啊 魏老板果然气质不凡 以表堂堂 多谢代小姐夸奖 杜将军 看来今天是秉公办事啊 是这样的 一小组共军武装潜入了南京 警备司令部命令 全市搜查 怎么 周司令要搜查我魏公馆 他哪敢呢 小波 托我向你讨个面子 让他们执行公务 好像上边交代 是啊 我魏公馆 从大清咸丰年间诞生 至今 还从没有军队进来 就连小日本也没敢进来 你看你看 还真生气了 怎么会呢 魏老板是行船四海的人 度量大得很啊 带小姐说得好 我不赏杜将军这个脸 总得给带小姐点面子吧 谢魏老板 多谢 好了 请吧 请 谢谢 走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 快进去 快点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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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form 戴小姐 杜将军 二位请坐 谢谢 二位是喝茶呀 还是咖啡呀 好 二位都是半个洋人 那还是喝咖啡吧 戴小姐 咖啡 送两杯咖啡 真害羞 唐突而至 没影响您的应酬吧 没有 那是我的内疚 正在和我谈牵场的事 我也正在为此事而犯愁啊 杜将军 你愁什么呀 有钱有势的 我再想这个场子是搬到香港 还是搬到台湾 那你内疚如何认为呢 他倒觉得台湾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长江被称为天天 那台湾海峡就是天上的银河了 戴小姐 你说是不是 说得太形象了 是啊 太形象了 天上银河 太形象了 这还行啊 让下人忙去吧 把内疚请出来 咱们一块儿聊聊 哦 他刚离开 哦 要不这样吧 改日 我坐东 到天府楼 好让我对戴小姐 进一进地中之力 把门打开 没有老大的指令 谁也不能进这个佛堂 你 你吃豹子胆了你 敢违抗军令 我数到三 再不把门打开 我枪命了你 你数到十 也没用 别动 别动 这栋卫宅 应该是栋古宅吧 好像是遭于 大清的咸丰年间 是的 是按照庆隆王爷 辅造的 哦 难怪 难怪这么似曾相识 庆隆王爷 从大英帝国回来 大的宅子中西河壁 前面的大花园 应该是大英款式 后面的小花园 是明清的 还有 主卧应该也是英式的 一个大客厅 加一个大卧室 哎呀 戴小姐很熟悉嘛 看来戴小姐 也在这种古宅里呆过 妻子是呆过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 古宅里长大的 魏老板 这个房间 就应该是主卧吧 是的 戴小姐 是要参观郑海兄的卧室 这 咱们就在这种旅行